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正向分析九宗罪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有一单消息 本来应该是昨天告诉大家 但是今早也没时间说了 这单是什么消息呢? 其实一直都有传闻放了出来 就是说普京心脏病 像李克强一样,他有心脏病发 传闻就是这样说 普京的医生叫他家人做心理准备 说普京就不放得久了 当然这件事是假消息 这件事 最早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传出来 我看到的时候 看到西方媒体的澄清 就是普京没有事 那为什么说普京有事 那谁传呢? 不知道啊 现在找不到源头 哈哈哈 但是台湾的媒体 原来是有份传得很厉害的 但是源头对不起,真的找不到 究竟是谁先传出来的呢? 不知道 就是说普京是有心脏病发的 哈哈哈 他家人叫他 就是 叫他 喂,不要了 不够了 其实 消息当然不是来自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 他们的反应也是在卡卡声地笑的 佩斯仿佛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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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期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啊 就是 克里姆林宫那里 他们说了 这个也是笑话 而且当然是谣言 而且是没有证据的 那 有人说是 在Telegram上面一个匿名账户 但是不知道啊 哈哈哈 这个说法是绝对不可信的 西方媒体 美联社也说不可信的 其实之前有些人散布过 普京的健康状况 毫无根据的谣言 很多都是 但是 这个情况就是 你Telegram 那些消息也是没有人验的 就是好像很爆炸性那样 哇,普京心脏病发了 大L祸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实际上 当然不是啦 实际上要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一般人要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 克里姆林宫他真的是 这个消息就是真的了 现在来到这里是真的 克里姆林宫他就说俄罗斯 已经演练了发动大规模核打击的能力 那像是大L祸 哈哈哈 就是你住在西方国家的盲友 就要看清楚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 他就说 这次军事演习涉及对 敌方核打击 作出反应 最危险的国家是哪个呢 是欧洲 是英国 为什么说英国是最危险呢 这个不是无的放弃 也是有原因的 普京和他的官员 是曾经警告过英国的嘛 是他们真的警告过英国的 还有美国方面 有传闻就说会把核弹放在英国 俄罗斯就立刻有反应 如果说美国放一些核弹在英国的话 俄罗斯是会去 有进一步的行动 是这样的 所以英国网友 要谨慎一点 如果英国政府有什么演练的 你记得要参加 不是开玩笑的 有可能真的会打获劲的 现在这个世界 不可能的 普京没那么蠢的 现在很难写包单了 俄罗斯他们的国会 就支持哈利姆林宫那里 他撤回了 批准一项禁止 所有核弹头物理试验的全球条约 现在是撤回了 莫斯科是撤回的 他们批准 应该这么说 俄罗斯和美国都会定期进行核子准备模拟 莫斯科 传统上就是10月底做模拟演习 邵伊古报告怎么说呢? 他说今年的演习涉及战略攻击部队发动大规模核打击 以应对敌方的核打击 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就说 这个弹道飞弹和巡航飞弹 实际已经飞来飞去的了 声明就说 一颗亚尔斯YARS 周遗制弹道导弹 在俄罗斯远东的一个试验场发射 另一颗飞弹就在巴伦之海的一颗 不是一颗,是一颗核动力潜顶发射的一颗飞弹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测试的录影视频 这个月较早前 普京就说俄罗斯对核动力巡航飞弹 进行了一次很成功的试验 这种武器很厉害 普京说的这种核动力的巡航飞弹 你住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会惹怨 这种实验性的武器 在2018年已经宣布了 是有无限的射程的 但是普京的说法未得到独立的证刺 就是核子无限射程的巡航导弹 对很多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核动力巡航飞弹 有些人说普京是老吹的 周三的时候俄罗斯的导马 他们的议会通过了一个法律 俄罗斯就撤销了他对条约的批准 他之前有批准了全面禁止 核子试爆条约的 现在就撤销了这个批准 普京之前呼吁他们的部长也支持改变 反映了美国的立场 因为美国一直都签了 但是没有经过国会批准 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 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是1996年签的 禁止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任何核武试爆 或者任何其他核爆 当然 俄罗斯上年2月打烏克兰以来 俄罗斯说过他们会用核武器不止一次 在今年6月的时候 俄罗斯就把自己的一批战术核武放在白俄罗斯 普京怎么说呢? 他就说当俄罗斯领土或者国家受到威胁才会用他们 在俄罗斯的角度 克里米亚、顿涅茨、劳金斯克那些地方都是他们的 如果乌克兰大反攻成功的话 当然现在看上来就不成功了 如果大反攻成功的话 俄罗斯会不会用核武呢? 你是没办法知道的 因为他说俄罗斯的领土或者国家受到威胁 相信这个门槛是很低的 但是美国政府就很狡猾的 拜登就说 没有迹象显示 克里姆林宫计划用核武去攻击乌克兰 哈哈哈哈 你说会不会呢? 那你自己想吧 其实这个 呃 我的看法就是 这些你很难写包单说普京那些人不会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赞先生就说 以俄罗斯的领土和人口密度 其实最不怕核对抗就是俄罗斯 他这么大面积当然不害怕 其实有些国家有核武也没用的 举个例子 好像以色列那些 丁市这么多地方 你都没有战略重心的 你没有战略重心的话 你有核武也没用的 就像日本人那样 你一定要有很大的国家 就是被人炸了 还可以躲在另外一边 然后再射过人 那些国家才是有用的 其实核武是 很多地方是没用的 那说到这里 其实就差不多了 不过我提醒大家 普京的身体 比很多同年龄的人都要健康的 你能看得到的 那会不会有剃身 之前有人问过佩斯科夫 好像有人问佩斯科夫 你们普京是不是有剃身 有也不会回答你有 哈哈哈 这些记者真的是 虽然有剃身 虽然有剃身 好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再讲一下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一会看看 晚安 久保重 那里 你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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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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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